面骨稍小五官 不够大气 浮云根基一般 男人不建议留长刘海 给人一种稚嫩不成熟的印象 贵人难靠近 额侧的翼马公 也是见很多痣干扰 不立远行 耳朵轮廓分明 但是耳朵见反 表面温顺 背地里有些叛逆 眉毛也是一短一长 右眉比较短促 眉为兄弟宫和兄弟姊妹 有些嫌隙 家庭难和睦 同时也难得家庭的助力 眉毛眉头靠太近 就亲了印堂 思维格局打不开 为了小力忙碌 男友大财 眼窝也是比较深 山根也是凹陷 爱纠结认死理 情绪也容易反复少定理 想法多 难落到实处 甚至有的时候会妄自菲薄 装成熟 年轻的时候比较浮躁 甚至有一些不踏实 桃花是有 但是眼尾夫妻宫 叫什么尖门处 夫妻宫处 尖门处 鱼尾文有些炸裂裂开 加上夫妻宫本身也比较凹陷 难把握正缘 情路一坎坷 鼻虽然挺 但是见仙漏 婚后见财 但财难俊 拳骨不强 事业心也偏弱 需要找一个拳骨强 鼻骨也烧强的老婆 进行督促 否则事业难有大成就 是典型的需要老婆来催旺的男人 建议找一个鼻强拳强的女人 行不行 工作室 部门 部门 辈会 结婚